在广东最不能惹的就是穿着人字拖大背心的人 你可能有一间房但是他有一栋楼 作用亿万房产的广东大狼狗夫妇 整日拿着成串的钥匙背着麻袋赚钱 靠收租年入千万 总有五千万分丝起来 他们是真有钱还是扫人设 今天忙忙带大家巴一巴富豪大狼狗夫妇 哇 这条车真的不错啊 发发了啊 免费的气啊 等正收买一区的租款 就去买五部 每个阿姨一人一步 一双人字拖普通的睡衣 一口粤鱼两大串钥匙 标准的包租婆形象越然直上 大狼狗夫妇凭借着收租日常走红 他们甚至不用刻意炫富 你就知道很有钱 他们背的不是LV 却胜死LV 蛇皮麻袋硬生生背出了金钱的味道 毕竟每个钥匙都是一间百平方的房 最开心的是当然是房子要拆迁 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只剩十套房怎么办 他们立刻回应 缩减开销应该可以维持生活 这可恶的平民无奇土豪生活 虽说大狼狗夫妇看起来平易近人 但收拾起来也是俊男靓女两枚 据悉 郑家鹏出生在一个潮汕商人家庭 家底扑风 他的父亲从事地产开发 一出生含着钥匙和房板的男人 从小喜欢表演 高中就开始参加交互比赛 也一度签约经纪公司 虽说郑家鹏有钱有盐还有财 但始终不温不果 最后公司还选择捧师兄陈伟婷 找不到出路的他最终决定退出娱乐圈 而他的老婆严真的身份更不普通 他出生于广东险村 险村作为广东有名的拆迁村 无数村民拆迁便首富 显艳兼家也是夜报妇 房产更是多到数不清 因为他的高挑身材 17岁就开始兼职做模特 一度被广大媒体称为广州超模 06年 两人工作相识 迅速坠入爱河 11年 他们在广州举办了豪华的婚礼 4年大女儿出生 此时两人工作中心逐渐偏移 显艳兼回归家庭 郑建鹏偶尔出没舞蹈教室 18年说参加一场演出 粉丝询问他能不能发布自己 拍摄他唱歌的视频 自此郑建鹏夫妇开始了短视频之路 一则唱歌视频上的夜爆红 但他甚至唱歌并不是一个最优的圈粉出路 于是夫妇二人开始拍摄搞笑段子 一条十几秒你打不顾我吧 单条点赞破500万 两人也打开了网红逆袭剧本之路 居高不下的热度让大狼狗夫妇圈粉无数 也顺时签约MCN公司 签约获得他们 一该网人账号定位 使用他们最擅长的形象 包租婆包租公 有人觉得他们只会炫富 也有人支持他们分享生活 借着热度 两口子开始接推广直播带货 首场直播就做出了 单场销售额超3000万的好成绩 但伴随着大狼狗夫妇的质疑声 只增不减 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炒人设来割韭菜 也有人购买直播商品后 发现是假货 随着争议愈演愈烈 他们录制道歉视频 并尽快开直播澄清 可直播不仅推迟 在直播中还含糊其词 甚至卖货平台也是直接甩锅 如此做法 让他们单天掉粉160万 这件事之后 他们对合作的供应商也更小心 但正所谓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很多网友也不再相信大狼狗夫妇 网网觉得 大狼狗夫妇都已经如此有钱了 就还是卖假货割韭菜 同样是卖货 建议他们学习东方真选的精神 要卖对得起良心的货 对得起粉丝喜爱的货